8點多車水馬龍的路口紅燈亮起 車輛紛紛停下 但對面這輛公車突然逆向超車道 對向車道 看起來像是要左轉 但他前方正好有一名横向綠燈起步 騎單車的民眾 公車司機看到他趕緊停下 只差一公尺就撞到 民眾也被嚇到 停了一下 接著就慢慢離開 但沒多久 公車無視横向的車流 照樣左轉違規開走 看到這樣的畫面 其他民眾直呼太誇張 事發地點是一處多路口轉角 當時公車疑似搶快左轉 差點撞到民眾 但公車業者強調 司機是為了閃避前方突然 減速停等紅燈的車輛 才會接近對向車道 警方根據畫面認定 公車逆向闖紅燈是事實 會依規定開罰 該公車逆向闖紅燈 以違反高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最高分別處新台幣5400元 及1800元罰款 交通局也聲明 會儘點處分 並請業者加強駕駛員教育訓練 不管公車是否故意違規 這樣的危險駕駛 已經讓其他用路人膽戰心驚 華人新聞環委 謝賢忠 台中報導 哈囉 我是莊宇傑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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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